声作为一种和声乐器 它可以演奏各种种类的和弦 那么传统音乐当中 声有固定的和音搭配模式 我们会在旋律音的上五度和上八度 同时演奏两个音 或者在旋律音的下四度 同时演奏一个音 那么这种和弦搭配 非常具有传统的声音色彩 我们先来听一下 单音演奏的音阶 和音是这样演奏的 我们来听一个传统曲目 老六版之中的片段 传统和音在剑声上的使用 片段出自于王锡林老师喜剧的对话 我们先来听单音的旋律 现在是传统和声 而在现代音乐当中 作曲家除了需要演奏这种传统和声以外 常常还需要声演奏一些不和谐的音块 或者特殊的和弦 那么只要是我们的手指能够触及和同时演奏的音或者音块组合都是能够实现的 那么具体哪一些音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音块 我们就要参见之前分享的音味图 声同时可以用一只手摁到许多不同的音孔或者键 那么就大大提升了和声和音块的演奏范围 使它的表现力变得非常的丰富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